这是我见过最有心机的秘书 为了能博取多金老总的眼球 整日费尽心思打扮自己 然而忙于工作的老总却连正眼从没瞧过他 这让女人苦恼不已 女人名叫赫塔 年仅三十的他本该结婚生子 却变成家中还债的摇钱树 原来赫塔有个伪君子的弟弟 母亲未满足儿子 完全不顾赫塔的死活365天压榨着女儿 然而刚进门的赫塔还没坐下 便被母亲再一次拉下索要刚发的薪水 赫塔看着发病的弟弟 愤怒抱怨会被他拖累一生便没有妥协 然而母亲一哭二闹三上吊 让他无法置之不理 扔下钱便转身出去 赫塔本想找男友诉说心中的苦果 没等开口却在好吃懒做男友的口中得知 因为没有钱不能与他结婚 随即无耻的男人却提出一个惊人的计划 竟然让赫塔去接近老板 甚至让他当上公司的老板娘 赫塔此刻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没想到男友竟然为了吃软饭 让自己嫁给一个拥有两个女儿的老男人 赫塔心中一万个不愿意转身便走 无耻的男人急忙拦下赫塔便把他拉倒一旁 先是虚情假意地表示爱他如命 随后便拿出赫塔家中弟弟一顿洗脑 生活的窘迫让眼前的女人有所动摇 转天赫塔一如往常等待公交车上班 终于驶来的车子却因满缘而为停下 可上班马上就要迟到 让赫塔只能乘坐摩地 仅仅二十元的车费却让他心疼不已 不仅回想起母亲的话语和男友的提议 赫塔心中也无比地纠结 而就当赫塔看到这位不够言笑的老总 心中突然改变了想法 虽然老总年紧中年 但身上大叔的魅力让赫塔觉得 并不是那么不尽人意 随即便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老总 赫塔端着老总最爱的咖啡来到办公室 脚步轻盈地来到老总的身边 温柔地把咖啡送到老总的面前 但换来的依旧是他的冷淡 此刻无耻的男友已经安耐不住 则被赫塔办事不力 然而赫塔却觉得想得到非常正派的老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万万没想到男友却说出让人吃惊的话语 虽然男人把毕生所学的全部传授给了赫塔 就这样得到男友真传地 便开始了他的计划 老总,我必须要非常重要的事 快速进入家庭里面 非常重要的工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